再說到今天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 就是之前我們為大家引出的有關於江澤民的死亡日記實在是太巧了 正好是結束七一天國葬之後 習近平出訪前一天正式完成了整個追悼會的過程 哎這也就給大家一個疑慮啊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到底哪個是因哪個是果 是這個習近平為了要完成悼念江澤民的整個七天程序 故意呢把去沙特的日期放在啊完成了悼念之後 還是呢出訪的日期是早就安排好了 而是江澤民同志啊這個這個聲明大義 為黨國考慮啊在三十天這一天不早不晚 正好呢撒手人寰 革命先生你簡單分析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裡面有一個事實 有一個推理 事實就是說江澤民的身體確實不好啊 事實就在於呢中國很多元老啊 就是佔領了中國太多的這個 這個醫療資源 然後這個不僅是醫療資源 就是整個財富啊 在佔領就說實在是無法想像 一個什麼人大副委員長 一個什麼這個莫名其妙成爲什麼民主黨派的什麼主席 成爲了一個副委員長成爲了一個政調副主席 他出訪的時候 火車他就是個包廂啊 不是不是一輛 一截 一截列車啊 你知道嗎有很多老同志沒有那麼多朋友 所以就把當年的老情人啊 或者是當年沒有追到好少的這個中學同學啊 大學同學也找上去 家人還不行都是老的 老他都沒什麼好談起學業的吧 但是呢就把他家人再找過去 再湊降這一個車廂 這種腐敗你無法想像 他們到全國各地到處揮霍 中共的退休幹部的揮霍啊 我覺得真的是中國的一大災難 而且老幹部現在年紀越來越大 年紀越大 我覺得高壽也是應該值得欠貨的事情 但是問題是很多人他沒有生理能力了 他早就應該死了 他從生理來講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就完全靠一個管子在維持 有人說江澤民這個死 是這個有政治上的計謀 有陰謀 我倒是認為沒有 我覺得江澤民是什麼樣 真正喪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 我並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這個是很長時間啊 我是根據二十兩個星期之前 那一天你正好去士大夫大學 享受這個演講的榮耀去了 我跟艾爾克兩個人做節目 這個我當時就講了頭髮消息 江澤民病危 雖然之前病危了很多次 我認為這一次是比較真實的 因為我根據各種吉祥表明 根據我們網友提供的消息 到了11月24號 我就非常明確講 我這次江澤民真要走了 這個華東醫院警備森嚴 因為華東醫院我們是有網友朋友在這個裡面的 告訴的情況是江澤民在住院期間 其實大家根本察覺不出來 江澤民的夫人王也平是華東醫院的常客 那些醫生都說 哎喲這個江夫人真是好 就跟一個普通的上海人一樣的 你要知道有時候手掌不那麼霸道 那個夫人霸道那是一流的 對不對 然後這個當時江 王也平沒有這樣 所以我們為什麼 以多次讚揚王也平這種為人的方式 那華東醫院在江澤民住院期間沒有異樣 但是到了24號那一天 我在倫敦的時候就發現 周圍已經非常警戒 但是我當時都想 江澤民死了以後需要那麼警戒嗎 所以我有點特意 習可能去了 因為在那習的角度來講 江為什麼會得到這麼高的一個榮耀 不是因為他做出了貢獻 而是因為他是黨政軍的一把手 是國家元首 所以他享受的待遇在某種程度上 還高過這個鄭小平 因為鄭小平聯合意上 他不是真正的國家元首 他是個實際上的幕後操縱者 所以你們去看看這個 這個悼念的規格 就確實有一種不一樣 那麼我當時的分析就是 根據我的了解 我的理解我掌握的各種情況 我認為江澤民實際上就是 選擇一個什麼時候把他管制的問題 不存在一個什麼時候死的問題 但是我們從這個家人的角度 社會人的角度 把他管制就正式宣佈他死亡 所以呢 從這個意義來講 他哪一天把管制實際上是有時間的 按照當時我24號的推理 估計就是一兩天時間 但是這個時候沒想到 這個上海發生了這個市民的抗議 全國各地發生了市民的抗議 也許26號27號 那個八管制的時間就 調整了一下 根本不知道這個遊行示威又怎麼樣 這個時候江澤民又來這麼一招 對不對 而且不知道到底是抗議的人多 還是大家轉移實現 有的人說江澤民八管制 為了轉移實現 我說這個只是一種推理 還有另外一種推理是 有人就自己發揮呀 對不對 所以有人藉此革命 但是30號這個八管制 那確確實實實是經過了精心計算 因為 國葬日的時間就是6天 7號就是習近平要出去 為什麼不是6號呢 為什麼不是5號呢 他就是插上了這個時間 不管是江澤民的家人 和黨的配合還是黨的要求 但是江澤民在那個時候 宣佈去世 確實是擇日而死 擇日而亡 謝謝何明先生跟我們的解釋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細節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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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